抽冻 Hello 现在我是在医院里了 看洋水了 这次怎么这么久啊 疼到我已经难以忍受了 今天可能一直生不出来了 大家介绍 随时准备进产 现在这种结果也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 为什么我的生产过程怎么取折 Hello 现在我在医院做最后一次的产前大检查 其实昨天已经抽完血 然后验尿 还有心电图 B超对最后一次比较全面的检查 然后今天来看结果 是40加1 通哥在那边很焦急的等着人家挂号了 他今天是特别紧张 坐立难安 现在在做胎性监护 我这个肚皮已经撑的 看这个小蚊长的 然后它冻了刚才 咦 又提了 现在的肚子已经这么大了 整个肚子 Hello 现在我是在医院里了 之前就是突然破水 然后就赶紧过来 就是这个开场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特别突然 然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化个妆什么的 他们头也没有洗 刚刚做了B超 内剪 抽鞋 一切都很顺利 也没有什么疼之类的 就现在感觉还很OK 现在是3点 3点40了半夜里 然后就抓紧再睡一会儿 看看明天怎么再生产吧 哎 现在有一点小心奋睡太转了 不知道待会儿会疼哭啊 目前还是比较乐观 接着一会儿时间赶紧休息吧 现在是早上6点半了吧 然后吃点早餐 昨天晚上没有什么动静 也是不疼 赶紧吃点东西 看一下我的早餐 可能记得那个什么黄金 咸蛋黄的一个饭团 然后一杯豆浆 当然还是没有其他品牌的一些饭团好吃 就它这个馅儿没有那么丰富 感觉 怎么突然吃不上吃呢 现在我已经吃完饭了 然后在走廊里溜达一下 昨天是什么情况 就是睡之前我们就 我是觉得有一点宫缩 然后我就看那个时间 大概就是两三分钟一次 但是完全不痛啊 所以我当时就想算了吧 就是先睡觉 然后我睡了没两三个小时之后 就突然感觉下面有一个暖流流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立刻就醒了 然后就赶紧来医院了 本来我想象中的破水就是会 哗啦哗啦流出来那种的 但是结果其实就是一鼓一鼓的慢慢的流 然后我站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就正常坐车就过来了 7点之前就溜达一下 然后回去做一个拍厅监测 医生是跟我说 可能看我比较嘚瑟 就是说 不疼的话是肯定是没有进度的 没有进程的 所以还是得疼才正常 好 不知道待会儿有没有时间 稍微化个妆什么的 整理一下我的形象 好 美美的迎接我的包包 ok 待会儿见啦 童哥比我还紧张 早饭都吃不下去 这就是我现在就是住的这个 上次在产室吧 现在在做一个开心监控 然后旁边还有其他的老妈们 当然是私立的医院嘛 就是我们的病房是担任的 但是像破了水之后呢 我们就得来这边去等着生 现在还紧张吗 嗯 就怕怕一会儿你疼的时候去吧 疼的时候你就先抓住我一下 好吧 现在已经打上缩公宿了 手上插了那个滋留针 刚插上面有点疼 现在已经没有感觉了 公宿比刚才厉害 而且还有稍微有点痛感 然后再带了一些化妆品 这会儿 现在有后壳 稍微坏一点 然后再带了一些化妆品 这会儿 现在有后壳 稍微坏一点 就是很粗糙的化了一个妆 因为我的手不甘使劲 嗯 就先这样把一个淡淡的妆 成了农妆业 我吓坏了小宝宝 小宝宝在肚子里 公算了些多七斤半 所以抓点手指 今天生母说的痛快又熬坏了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很快就要又吃午饭了 不知道中午吃点什么呢 现在到了午饭时间 现在吃的是叉烧 跟腊肠的那个双拼饭 就烧腊饭 现在有规律的公缩 只不过呢 就不疼 然后就现在我还是很轻松 抓紧吃点午饭 然后睡回觉 下午再继续打这个催产针 然后看它有没有更强烈 或是有痛感的公缩 反正目前呃 待到现在一切都还很顺利 不过就是感觉 时不时还是会有羊水 从下面躺出来 躺了 躺了 躺羊水了 睡早了 赶紧来休息一会儿吧 不容易 现在是打算了第二瓶吹功术 能度提高到百分之一 现在也有频繁的公缩 而且很有规律 也产生酸痛感比较明显 现在也算12午4点半 已经公缩了三个小时 胳膊都痛苦了 现在就整个疼得就很厉害了 就刚刚做那个胎心监护的时候 人不是得正躺着 哇 这个腰好像要断了 是 刚刚已经是疼到 我已经难以忍受了 再坚持一会儿吧 现在是下午5点50分 今天可能就是升不出来了 吹功针也已经停了 公缩特别特别疼 在床上待不出来 所以我们下来垫球 还能感觉舒服一点 尤其是公缩来了的时候 就是使劲颠一颠 好像能够分散一下出去 晚上也没什么心情了 没什么胃口吃饭了 今天已经做了四次累奖了 已经一次给一次疼 公缩了那么久 疼了那么久 就直接疼 对了那个 然后依旧没有排纸 一点纸都没开 我不知道这个三纸能开到几点 能开到什么时候 还能坚持 加油加油 凤哥给我削苹果吃 晚上实在是没有什么胃口 现在已经又到了晚上了 然后把那个催公缩撤了之后 就没有很频繁的公缩了 然后也能睡觉了 这点45 这点45 现在要卸妆的 今天这个妆也没白花到 上镜稍微好看一点 一胎生的时候确实铲成会特别长 比你想象中还要长 十几个小时了 十几个小时了 然后明天会继续再打那个追公宿 明天接着疼吧 今天晚上先好好睡一觉 现在是凌晨的两三点左右吧 我在这儿刚睡醒 然后就能不断的听到周围 有咕咕追递的新生儿 还有一些疼痛难忍的宝妈妈们 都在并肩战斗着 现在是七点半 然后早上还是有好消息的内检之后 发现已经开了三年 就代表在公司规律的情况下 就可以找了 我感觉快熬出头 看來看来看来看 现在还有一个很想到我 还要不在我 例如同一会儿 这领先到我も不断了 这颗再也有点痛 也有点痛 大概还需要軟 看来看来看 你又不这样我让他去学习乎买 你也坐了这么久 然后就坚持了一会儿 实在坚持不住了 打算不痛了 现在有点想睡觉 先睡一会儿吧 现在是来医院第二天的中午了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满血负河了 真的无痛是人类之光 我现在真的是爽病 放出天机 公司的频率很高 但是完全感受不到疼了 然后我现在已经开到屋室了 中午吃的是愿意的餐 这个是准妈妈吃的 这个是家属餐 应该今天下午要生出来的感觉 反正现在就稍微有一点上头的感觉 就是整个人有点飘飘绿心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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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的 好 给大家更新一下 没有分心 我得坚持一下 你先休息一下医生啊 哈喽 你看样子我好像又复活了 我真的没想到打了不痛之后还会有这样的痛感 然后我就求着他们帮我加药什么的 最后终于加了所以现在你们看了 我现在就没有太疼的样子了 然后就正好吃点晚餐 我还特别罪恶的点了一杯coco 因为马上我就要生了我已经开全职了 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力气 需要一些能量的出乎了 反正目前来说还ok 来来介绍 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身上的装备 首先是我背的这个 是我的无痛 打的无痛分别那个针 然后我手里提的就是我的尿液 然后我手里推的这个 就是打的催分速 就是促进公缩了 随时准备进产房 所以我落一下 我可以把这种东西放在一起 对 这种东西放在一起 几个视频 我带来电话 我们在这里 这种东西放在一起 这个东西放在一起 这种东西放在一起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安全 哎 大家好 現在是 現在是 26日 現在這種結果也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 最後沒有生出來 因為他很難 所以就轉成了跑步遺產 因為傷口有點痛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正常的跟大家說話 什麼事 我沒接受完了 現在寶寶已經生出來了 然後 睡醒了 我待會兒給大家看一眼寶寶 我這邊 麻醉消掉了 就是很疼 所以我就幾乎不多說了 就跟大家更新一下 為什麼我的生產過程怎麼曲折 好 待會兒打完這個就可以把尿寶去 這是今天的午餐 晚餐 這是個午餐 這是個午餐 晚餐 待會兒我們就去辦出院手續 現在我覺得身體已經恢復了一半的元氣 所以心情還不錯 前兩天真的是 有史以來我生理上 經受過最痛苦的一段磨練吧 算是 現在我覺得自己還是挺厲害的 挺偉大的 能夠堅持到現在 反正就是挺過來了 然後整個人心情也變好 看著自己的寶寶覺得特別的開心 今天呢我們就要去月子中心了 開始月子生活 到時候有時間呢 再給大家記錄一下呢 月子中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吧 我現在終於可以 就比較輕鬆的站起來 因為你們知道就是拋工產的話 因為有那個刀口 一開始是非常非常疼的 它的疼痛是我之前想像中的 將近五到十倍吧 真的 就是一開始麻藥削掉的時候 連話都說不出來的那種疼 就是一說話 整個肚子會有那種很疼的 刀割一樣的感覺 反正那個刀口是真的還蠻疼的 但是呢我也慢慢的從不敢說話 到一點一點的就是 磨動身體 到可以轉身 翻身 到可以下床 到可以邁出一小步 可以自己上廁所 這個過程呢 也是僅僅用了兩三天的時間 我覺得恢復的還蠻快的 就是這個時候呢 還是要有一點點忍痛能力的 因為 其實那個疼呢 你只要克服掉 你身體真的會好得很快 還有一個呢就是 生完包包之後 我的肚子並沒有像我想像中 能夠大大的變小 剛生完肚子可能有氣啊 還有一些器官 就是子宮還沒有縮小 所以就是肚子感覺還是很大 並且我因為沒有太控制體重 肚子上的脂肪也很厚 所以我現在肚子就是一大坨又鬆又垮 一開始看起來還是像懷孕五六個月的樣子 不過這兩天有稍微瘦下去那麼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能夠繼續恢復的 後期也是需要很高強度的訓練嘛 才能達到生之前的樣子 這都是未來我即將面臨的挑戰 總之呢我現在心情就是很輕鬆很愉快 也為自己感到驕傲和自豪吧 能夠完成這樣一件偉大的事情 希望大家看這個vlog的時候呢 不要太為我感到揪心啊或者是什麼的 因為一切都會過去的一切都會變好的 也希望寶媽們不要有一些恐懼的心理 因為我覺得這時候我們都是最勇敢的 不論遇到怎麼樣的困難或者是 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狀況 我們都可以去從容面對 我們都能夠停過來 相信我吧真的你可以的 好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